SPL季候賽首輪賽是週六彰化開打 其中第四種子富邦對上第五名的蒲園 戰局影響最大關鍵 就是富邦新洋將Patrick O'Brien的體能狀態 以及銀球企圖心 過去在臺皮就是例行賽一條蟲 季候賽一條龍 尤其上據數據表現更是明顯 例行賽投來命中率38.5%表現平平 但是進入季候賽卻飆破五成 三分球命中率甚至高達43.6% 就連罰球命中率也從不到四成瞬間進步到超過八成 帶動每場平均攻下23.4分 另外16.8籃板2.2技麻辣鍋 通通優於例行賽 今年在富邦是否也會有同樣爆發表現 值得關注 虎原這邊儘管例行賽對戰兩勝三敗 屈居下風 但是三場敗仗都只輸在一球之內 而在贏球的兩場比賽 一大關鍵人物就是高炮塔陳子薇 十二月十八號以七季三分蛋猛標二十五分 帶領球隊雙位數差距勝出 二月五號又展現第四節先生風采 全場十八分就有十二分是集中在決勝節 幫助菊山軍八十四比八十贏球 這也是富邦改登錄OP後兩隊唯一的交手 更具參考價值 陳子薇本季例行賽打的養生 平均只上場十三分鐘 不過普圓總教練麥班達透露季候賽將大幅增加出賽時間 加上他球季結束後就要退休 心態勢必會更無保留 據第三名台皮交手吊車為晉級的金九 局勢可說是撲朔迷離 主要原因就是台皮在例行賽風關站 傷了助攻超級雙冠王Brian Davis 緊急找來無緣季候賽的台英李恩救火 在磨合時間有限情況下 本土球員必須當自強 尤其引以為傲的後場戰力 小跑車蔣玉安 余幻雅和新秀李凱燕 都得拿出更穩定表現 而在金九這邊 僅四戰奪下三勝 近況火燙 除了得分藍板雙冠王Eugin Phelps 傷與歸隊的主控林偉翰 以及爛戰王公元阿伯王太傑 也都打出信心 也讓這場九國內戰戰局格外難預料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